You're welcome Hello 今天你的衣服很有型 謝謝 你平時也喜歡有型的服裝嗎 是的 其實今年是很流行這些皮褲 自己有機會穿 今天很開心 你平時知道客戶的衣服 是否有型的 還是隨意的 選擇衣服有什麼 我平時也有很多不同的造型 看看自己的感覺是怎樣 有時會有型的 有時會很女性的 有時又可以很隨意 看看自己的心情 性感就是留給演唱會 性感就是留給演唱會 上次有一條很漂亮的裙 也是這個牌子的 是呀 那條裙算不算性感 那個簡直是我極限 其實我適合時 我沒有想著 是會穿這條裙子上台的 因為我覺得 哇 什麼都看完的 雖然它是包得緊 但是感覺上 很坦蕩蕩 沒有想著可以的 因為中貞那個指數 他也是不給我露得太厲害的 是 他說OK 那真的不太厲害 哇 你是什麼標準 然後我又怕 因為那次澳門那次演唱會 是老公和兒子都會看的 平時我在家穿短褲T-shirt 兒子都會說 哇 你為什麼不穿褲 就穿褲吧 兒子說 我穿短褲吧 他說不行啊 穿褲吧你 其實我穿短褲 在家裡 兒子很保守 對 他見慣我穿長褲吧 總之他一見到我對腳 就穿褲吧 就是這樣 你有沒有說很性感 他呀 我想他不敢留言 真的沒用 已經穿上去 沒有啊 他也沒有 沒有說特別的這套衣服 但是這次這個品牌 都再借了兩條裙子給我的 那接下來會適合的了 那 是啊 看一看吧 又 是不是會拿去演唱會 就是LLA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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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 拉斯維加斯 去Maryland 然後去 還有哪裡 去紐約 還有去Toronto 暫時 你們會跟著去呢 會呀 這次他們很開心 因為疫情那麼久 都沒有出過埠 那這次有德國白色聖誕 他們已經想好要做什麼的了 是 又說要吃那些火雞的大餐 聖誕大餐 他們很開心 很興奮 這次 你老公會計劃行程 公車的情侶 要帶你去哪裏 我老公呢 就不喜歡計劃行程的 他喜歡當日做些什麼呢 或者買到哪裏 就即興的 是呀 他是這樣 那你是 我就少少計劃行程 但是我覺得 放鬆一下 不要計劃啦 即興啦 我兒子去哪裏都很開心 去到外地就 你有沒有說想打雪漿 打什麼 打雪漿 打雪 打會啦 我想就是躺在雪地上 所以要買衣服 買一些很厚的衣服 給他們穿過去 那你準備了嗎 今天買了 買完了 買完了 心都定了 因為我接下來要彩排了 要排舞 所以沒有空再幫她買 所以這次 今天搞定了 你有沒有想過 看見高姑娘在哪裏 有些話 什麼話 給你彈他們 他們看youtube 看完要吃些什麼 他們喜歡吃的 因為有很多香港沒有的東西 他又要 美國那些 將非聖誕禮物 沒有啊 這個機票就是 住宿就是聖誕禮物 就是他們沒有要求 還有看媽媽演唱 那就是聖誕禮物 哈哈哈哈 我們之前說 他好像享受你 是啊 看四次 這次 賺光了 一條兩頭 一條 是 他們有沒有上次見到媽媽 真的這麼性感 之後 他這次有沒有叫你 說今早開場 這麼性感 他們又沒有覺得性感 他們又覺得好看 因為最初開場的開場很帥 那現在演唱會準備成怎樣 是否還沒選擇 現在開始排舞了 但是我接下來都會 效法Leon 坐在那裡跳舞 坐在那裡跳舞 對 挺好的 我覺得這個適合的感覺 就是這個 這個 是嗎 不是 但這個是無法避免的 我都是這條路 我走這條路 是啊 如果是可以坐在那裡 即是光迷肯的 我可以整個演唱會都唱快歌 但是坐在那裡 因為其實現在是 就是不可以多快歌 因為你真的要跳 但是如果坐在那裡 因為我都挺多快歌的 上次 那隻BPM 很多快歌 但我不斷在那裡躺 我坐在那裡 蹦蹦蹦蹦 好像這個人那樣 是啊 是啊 你專業的跳 這條路 但你可能會忍不住起來 就開始動 你是有那些跳舞 是啊 是啊 怕遲些動不住 那邊會累 對 那邊會累 對 都會的 但如果香港開演唱會 三個小時就誇了小事 即是如果泵一個小時 都還可以的 兩、三個小時就難受一點 你什麼時候出發 好 月中 月中出發 好 那你什麼時候 那你去多久 這次很開心 大概去三個星期左右 大概 是 新年可能會出去旅行 是 新年可能會出去旅行 新年可能會出去旅行 因為今年是兒子最後一年 在香港 因為他明年可能會出去外面讀書 不知道是不是 今天外面去哪裡讀書 還不知道 沒有 沒有 但現在考了一些事 公開試 那你有沒有心想 想要去哪裏 教育的書 可能去他爸爸以前讀過的那間 會不會已經很小 或者留下去 會啊 沒辦法 大概 寫了一條文件 是啊 那你為什麼會跟他去一個一個月才 去香港 可能是爸爸吧 因為他熟 他熟一點 他在學校 對 那我也可能在一起的 那小孩子又怎樣 又沒有人理會 又一起去 那他要回我了 到時候再想 爸爸一個搞定的 也很厲害 爸爸 最近的那些床室 有問題很重 其實你自己有沒有擔心 有啊 因為我們常常坐飛機 所以回家 就是抹完整個行李箱 說那輪子也要抹完 由頭洗到下腳 也有 那你這次去那麼長時間 你會不會帶來自己的枕頭套 是啊 為什麼要用家 我已經有很多東西了 對哦 我今天才打算 買了那些外套 搞定 Case close 現在又要再買枕頭套 那些人說要檢查一下 那些人說要檢查一下 就是去到酒店檢查一下床 找那些紫外缸 你不知道那些 不不不 那個要揭起那個皮 如果有血跡 真的有床 更恐怖 所以先檢查一下 可能真的要了 這樣